我們三個大概是我們兩個共同人生 覺得已經是上線了 所以我做月子之後她也會去結紮 選美皇后劉一新洗懷三寶 公開6000萬房產制服新法 變得蠻壯的就是很厚實 她是為了就是 賠小孩 帶給你幸福嗎 有啊我有確實幸福到 39歲的選美皇后劉一新進來洗懷三寶 她2017年汉達24歲老虎鴨子公司董事長林志龍結婚 不過生完兩胎後 兩人一直都沒有避孕 讓劉一新意外命中第三胎 虎哥有很自傲嗎 就是現在又有個第三胎 有 她總是說 我現在就是第三胎 然後我幾歲幹嘛幹嘛的 她說OK好 是還蠻厲害 因為她身邊的朋友可能都是孫子孫女出生 我們要讓他們從小在很有愛的狀況長大 不太會罵耶 就是對孩子超有耐心 然後老公都會說 哇你對孩子的愛心 但凡有那麼一點點放在我身上 我該有多幸福 然後她就說 可是你不是我生的呀 然後老公就會覺得 為什麼你對孩子這麼好 我說他們每天回家都給我愛的包包 跟那個親親耶 然後老公說 我有時候也會啊 但是有一點吃醋 劉一新從大學畢業就開始投資房地產 目前累積六棟房 總價超過六千萬 她也分享致富小沛波 這三間有三間 一個在河岸的那邊 一個在河岸的這一邊 所以那邊一間 然後捷運站這邊兩間 所以我三間預售物 跟勞和的套房四間 間木在兩間 所以我總共六間 我去年還是前年才賣掉我大學畢業後第一年 買下來的那個起家處 民生社區元環 我買房子基本上都是選 location 就是你一定要就是你一拖手就有人 可以進場的 當時買一千二十多瓶 兩房 那去年的話你賣了 還這樣子 一千九百萬 我現在有一間套房出租 然後 雖然是套房 但是租金竟然比我原本 民生社區那邊 相較起來應該算是租的高 後來我把那邊賣掉之後 我就買了一間在勞和夜市附近的一個套房 然後那個套房的租金 我可以租到兩萬六 他的房價就等於是 當年我買的圓環的房價 一千萬還不到 大概八百多 所以你看我那邊的房子 是已經漲到一千九百萬的市價 我的房租是兩萬六 結果我把那間賣掉 然後我買了這邊是八百多萬的套房 但是我一樣有兩萬六的 income進來 套房便宜嘛 所以我還有一點 就是余額的錢 然後再去買預售屋 所以預售屋也是 對啊可能明年後年可能就會 陸續交屋 那邊也是多次出租嗎 嗯出租 我那時候買 第一個我當時買的美金便宜 那時候才買 二十八二十九塊 當時的美金 然後那時候買十一萬美金 才三百三十多萬 而且當時也是預售屋 所以我付款也是就是 強迫自己存錢啊 一有你就付完錢了 但是他的租金行情 那時候 那時候比較好 那時候大概有七八千塊的美金 大概就兩萬多 那現在行情沒那麼好 大概租到 租到一萬出頭吧 但是你看我只有 三百三十萬的房價 但是我有一萬多的 租金收益 其實也還算 還算OK 那你也是看未來 他會漲價嘛 那就是那一種 類兩房的尺寸 但是他是一房的 一房的格局 但是他的尺寸 就是二十多坪的那一種 大房 那外國人就會喜歡 然後又有露台 樓下游泳池 健身房都有 是不是都很會看 就對 感謝上帝有幫我 教我這一些